為了學生體驗輸用客戶的趣味 白療向映華國秀邀請到國外的老師 來教大家實際音樂 當中有教大家音樂的技術 依照客戶 希望說就到宿舊的期間 讓大家開始刻本意外的技術 小朋友對著老師的基督 用客戶製作出趣味的音樂 這是白療向映華國秀 為了要讓學生實際客戶的使用 就到宿舊的期間 讓大家作回來玩樂器 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也還是很多 你覺得上課什麼最好玩? 三角鐵最好玩 跟大家一起打 打約器 感覺怎麼樣? 很開心 那你們上課學到什麼? 呃... 鱗鼓 還有三角鐵 學到就是怎麼看節奏卡 打節拍好不好玩? 好玩 那明年有的話 你們要不要繼續參加? 要 好好這邊要請我的老師 教大家實際應付 也讓大家用自己的創意創作音樂 也就確定不用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我們的師資呢 其實都非常的優質 那我們這個余文老師呢 去南一大研究所畢業的 所以在教學方面其實非常的專業 我們會開設節奏課程 也是考慮到孩子年紀小 即使他們的潛能無窮 那我們呢就是用節奏呢 老師讓孩子打打 打一打敲一敲呢 然後開發他們的五官 那孩子學習才看起來也都非常的開心 蘇加是學生考我學習的重要期間 好好也基盤16個演員隊 讓大家參加 希望就到庫町開發他們的學習的興趣 也很淺生活的趣味 那在這暑假呢 我們學校除了安排基礎的課程 國語數學英文的加強 跟閱讀的課程 讓孩子鞏固基本的能力以外呢 另外我們還有安排16門課程多元 適當的才藝 除了學到才藝以外呢 這個學習的過程其實也在訓練他們的 基本解決的能力 其實這些所有的課程呢 都希望呢 孩子透過學習 能夠在學習中得到一個快樂跟自信 探到班戈的期間 好好安排隊給大家多元學習 不僅是豐富庫外的地域 也為他們創作出別的宿舊會議 記得大家先採訪報道